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几个课咱们学习了 PeerP字符串的处理 对不对 使用的是系统 给我们提供的处理函数 那咱们做了几个例子 那从这几个开始 咱们还是处理字符串 但是换一种方式 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处理 那当然想使用正则表达式 这概念呢 好多人学PP的时候 或者学别的语言的时候 一见到正则都比较怕 对 用妹子说话就是比较懵 对不对 所以咱们要好好理解一下 什么是正则表达式 所以这几个课就是认识一下正则表达式 把它介绍给你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会用到正则表达式 比如说 正则的表达式也是处理字符串 对不对 那记不记得 那声明字符串可以单一号 可以转一号 对不对 还可以一共定件符吧 比如说 我声明一段文本 TST 一段文本 我用 这 这些定件符吧 前边 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开始的字符吧 比如说 我这话是ST 对吧 然后 结束的时候 ST 分号 中间是否可以任意的文本 那我随便找一个文本 过来 比如说 咱们把手车打开 找一段话 函数参考 随便找一个 里边 找个什么简介之类的 就这个 这是随便的一句话 对不对 现在我把它粘过来 这句话够随便吗 对吧 这就是一段文本 那文本里边 你看这里边 好像有一些UR的地方 对不对 UR太长了 简写一下 比如说 http冒号 3w.lampbrowser.net 做个广告 然后 我们再来一下 http冒号 3w.lampbrowser.net 假如这地方还有 http冒号 3w.lamp rmptbrotr.net 对吧 假如这个地方还有 做写几个 3w.lampbrowser.net 看到了吗 这样的一段文本 没什么特别 对不对 里边是不是有相同的网址 对吧 那处理这个字幕串 比如说我现在 你做几个动作 用这个网址 怎么的 把所有的这个网址 用这个网址 将这个文本 给分割成几段 对吧 也就是 有这个网址的 就把它 怎么的 把这字幕串分割了 还记得到前面讲的例子 用豆花分割 对吧 用斜线分割 是不是都学过 对吧 那字幕串处理 用这个字幕串分割 是不是可以 对吧 那现在假如说 我再问你 假如说把这个网址给拿出来 你用字幕串查找 能查找到他吧 对不对 然后把它加上链接 对吧 对吧 然后把这个网址 把它换掉 换成 BBS.lumbrother 这不也能做到 因为网址是同一个 对不对 那现在 假如说网址不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的话 都是3W lumbrother 很好办 对不对 咱们字幕串就能做到 只要是按照这字幕串 分割 匹配 插入 提款 都可以做到 但是比如说 这个网址是 lumbrother 那比如说 第二个网址 是什么 比如是百度 百度点看 对吧 第三个网址 比如说是 Google 点看 对吧 第四个呢 比如说是 BRO PHP.org 你看 网址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话 咱们前面学的 字幕串的技术 能做到 对这个用 UR地址 对文本进行 分割 匹配 插入 替换 这一系列的操作吗 是不是就做不到了 对吧 因为前面字幕串 做的话 怎么的 只能对固定的 字幕串去做 而这些字幕串 是不固定的 你看 有兄弟联的网址 有Google的网址 有百度的网址 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 分割 匹配插入 替换 就做不了 但是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 统一的规则 这个UR 对吧 那 UR 这个就是一个网址 那网址呢 就是什么 有一定规则的一个网址 对吧 那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模式 来代替所有的网址 真的吗 写一种模式来代替所有的网址 如果你能写出一种模式来 来代替所有的网址 那么 你也就等到 能找到所有的UR 对吧 比如我简单写一下 你看 想说这个 你看 做一个字幕串 看到了吗 我只是临时写下 你看 有HTTP 对不对 冒号 两个斜线 用两个斜线冲突了 看一下 这话 转转转转移 然后呢 3W 看到了吗 DR 然后 或者我这话 直接括号 点 吸入 问号 然后 后边是 再括号 ORG 下方线 COM 下方线 NET 看到了吗 你看 我这样写的一个字幕串 这样写的一个字幕串 看到了吗 大家看上去 感觉是一堆乱 对不对 有点 有新闻 有问号 有书线 对不对 但是这话 现在写的就是一个规则 一个魔法 它能代表所有上面的UR 能代表上面的所有UR 对 它能代表这个 对吧 你看这个是不是RTP冒号 写卡写卡 RTP冒号写卡写卡 是不是有了 3W 是不是有了 点新闻号就代表的是什么 所有的字符 那这话是所有字符 那后边是不是 ORG COM 中有一个 对吧 也就是上边在文本中的 假如说有4个UR 这4个UR 它都能代表 所以它是不是匹配到了这4种UR或者40个或者400个是他们的一个匹配的模式啊 对吧 所以我现在写的就是一个正常代化式 就是一个模式 能代表一个规则的 那在这个规则下 有很多什么符合这个规则的字符 比如说 这话是PPUR 那我想找到所有人的email地址在一个文本里边去 在一个文本里边找到所有人的email地址 我是不可以写个email地址的规则啊 我在一个文本里边找到所有人的电话号码 是不可以写电话号码的规则 找所有人的身份单号所有人的QR号对不对 对吧 如果就找一个 那么字符串处理就可以 如果是找同一规则的一堆东西 那就得写个规则出来 对吧 所有的email 所有的UR 所有的电话号码 这是规则 对吧 而字符串处理呢 只能找单一的 而我们怎么能写出代表所有字符串这样的规则 就是正责表达式 对吧 那他说这就是正责表达式 那现在看不懂 等学完之后你就能看懂了 对不对 那咱们再记个比例再说一下 看一下 正责表达式 什么 他说就是一个不匹配的模式 对吧 就记住它是个模式 这是第一点要记住的 对不对 就是个模式 第二个他也没什么神秘的 怎么着 正责表达式 本身在PP里边 就是一个字符串 我刚才写的十八字架 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只不过这个字符串中 中有一些什么 语法规则 看到了 语法规则 有一些语法规则 然后有一些 你看上去有一些像非常特殊的字符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它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但这个字符串是有语法规则的 那就像编程一样去编写 什么 这个字符串 对吧 那是字符串怎么能把这些UR都找到 然后对所有这些UR进行分割 匹配插手提换呢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问题 那你要是把它看成一个字符串 又没什么意义 而且还乱的字符串 对不对 最主要的是 正责表达式 这个 证则表达式 这个字符串 一定要在对应的函数中使用 正常吧 比如说在分割的函数中 分割的函数中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正责匹配到的 比如说用这个正责匹配到的所有UR 对字符串进行分割 对不对 在替换的函数中 替换的函数中 那我可以把所有的UR换成email 都可以 对吧 那就可以把这里边所有的UR 都换成比如换成连接 对不对 那在查找的函数中 我可以查到所有的UR 对不对 所以分割 匹配 查找替换 这些动作都得有对应的函数去处理 知道吗 那就用这个规则 跟对应的函数 你想干嘛 就干嘛 你想分割 用这个规则 再加分割的函数 你就可以追字符分割 对吧 你想替换 用这个规则 再加替换的函数 对它替换 对吧 所以说 在PeerP里边 咱们重点学什么 正则表达式 要学两个东西 一个是正则表达式 我们本身如何编写 对吧 有这个字符算 我们得编写 它匹配什么模式 它是有语法 对不对 匹配手机号码 匹配一卖 这是一个编写的规则 对不对 这个规则一定要用到函数里边去 才能把这个写好的规则 发挥作用 对吧 所以咱们需要学正则 就学两个东西 一个是正则表达式 如何编写 一个是 这些处理函数如何用 听懂吗 那 在PeerP里边 不同的版本 给我们提供了 两套处理 正则表达式的函数 听懂吗 都拿两套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找一下 在函数参考里边 咱们说了 正则是不是处理文本的 对 所以找到文本处理 跟作物券一样 看一下 这有个PCRE PCRE什么缩写呢 是per 第一个P是per语言的意思 不是P是P的意思 是perl 就是per语言 per语言的正则表达式的那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对吧 然后这块呢 有percex 是一种协议的正则表达式扩展 也就是他现在有两套库 两套函数 那两套函数中的正则表达式写法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咱们使用哪个 先看一下这个percex协议这个 看到这个了吗 这套函数库都是以 基本上都是以ER1G开头的 对吧 但是这个协议是比较早的 在prp4的时候咱们经常用它 对吧 但是到prp5的时候咱就不用它了 为什么不用它 因为有比它更好的 公众对权写写更容易的 对吧 你看就警告 到这都用什么 PCRE PCRE就是什么 这个 对 正则表达式破语言的 这是破语言正则表达式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PCRE这个资料而过 为什么现在咱们改成它了 因为破语言本身就像正则的一种 一种语法的语言 对吧 所以呢 破语言里边支持正则特别的好 对吧 所以好多语言呢 都放破语言那个风格去写正则 那么 你如果用prosex协议的话 不一定所有的语言都支持prosex协议 所以呢 你要是学prosex协议这种正则表达式 那么 你学加瓦的时候 在学别的语言的时候 那你可能说另学一种 正则表达式 而如果你学prosex协议这个 那好多语言如果都是这种语法 也就是现在你在PP里边 如果把这套正则你学会了 那么到加瓦斯坡里边 你就不用学了 只学加瓦斯坡的函数怎么用就行了 因为两个的语法几乎一模一样 对吧 这样的话你可以跨语言 是不是学通一种啊 对吧 另外 它处理字符章的效率 要高 功能要比prosex要强 所以呢 没有理由现在不用它 对吧 当然你看一些老项目 PPC的老项目还得用 这个prosex协议的 但是在新项里边 都用了一个pr 兼容的这套函数 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函数 把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正则表达式 干嘛呀 放到 这几个函数里边去 你就可以做到 用它进行匹配 用它进行替换 对不对 用它进行分割 你看分割比例 插手替换 这里还是不都有了 所以记住 这一刻咱们就认识一下正的表达式 正的表达式就是类似于这一堆论码 它是一个模式 是一套规则 符合这套规则的字幕串 咱们都能用来分割 匹配插手图 对吧 所以学两个东西 一个正的表达式读和编写 一个是系统 还是符 好吧 那这节课咱们就这样到这里边 你可以看一下课件 里边给大家提供的正的表达式的一些介绍 以及为大家介绍的两套还是顾对不对 那下面这都是正的表达式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 让大家 就是展示认识一下正的表达式 下节课咱们得开始学习正的表达式的语法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